日媒 美国F-35战机部署计划亮黄灯 日本引进可能遇难题 据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 目前在美国推进的美军最尖端引进战机 F-35部署计划亮起黄灯 因此 日本引进F-35战机的计划可能遇到难题 报道称 流于机体修理 维护等运用成本增加 去年成本估算为每价至少达到780万美元 如今却大幅超过了持续性且可接受的预算设想额 战机出动率也低于目标 竞价底遭到质疑 报道介绍 日本航空自卫队员计划在未来引进总计147架该战机 关于运用成本增加的影响 日本防卫省表示 由于机体数和飞行时间等 在各国有所不同 无法一开作答 但日本自卫队相关人士透露 一般来说 飞机的运用都需要向美国订购零部件等 费用有所增加 虽然不清楚该条款经美国参议院审议后会否保留 但美国会对F-35相关预算的警惕心很强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究竟为何 共同社称 契机是美国政府问责局 今年7月公布的一份报告 共同社接着称 该报告内容显示 空军版的F-35A去年估算 每家运用成本较预算高出370万美元 关于F-35整体部署数量 从目前约500架增至2030年代 中业约1900架 一年的缺口总计将达约60亿美元 报道表示 该报告还对日本山口县的美军沿国基地 和美国国内实处地点部署的F-35部队 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查 报告援引美国空军相关人士等的证言提到 若不采取大幅削减成本措施 就无法压缩到预算范围内 唯有减少购机数量或飞行时间